大家好,新华社23号报道 第十六届喀山金庄国家领导人峰会 国家主义秦平在会场发表了重要讲话 新华社的消息,秦平首先出席了小范围会议 秦平欢迎新成员国加入金庄大家庭 以及邀请多国家成为金庄伙伴国 秦平在发言中指出 扩原是金庄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事件 金庄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共同追求 顺应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势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延进 既有多极化新局,也有新冷战危局 金庄国家要把握历史机遇 展现历史主动 坚守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初心使命 顺应全球南方崛起的大势 坚持求同存异 同心同德 进一步凝聚金庄国家共同价值 维护金庄国家共同力 促进金庄国家联合自强 把金庄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 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 推动全球治理 变革的先锋力量 新平强调 世界越是动荡 我们越要高举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旗帜 促练金庄成色 展现金庄力量 要发出和平之声 倡导对话而不对抗 团结而不结盟的新型安全 要共谋发展之路 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多元 多计划 坚守共同发展大道 要夯实合作之机 深化农业 能源 矿产 经贸等传统领域合作 拓展绿色低碳 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 维护贸易投资和金融安全 随后 习近平出席大范围会议 就未来金庄发展 发表重要意见 提出五点建议 习近平强调 当前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是任由世界动荡不安 还是推动其重回和平发展正当 面临关键抉择 时代的风浪越大 我们越要勇力朝头 以坚韧不拔之志 改为人先之勇 事变应变之谋 共同谱写 大金庄合作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我们要建设和平进转 做共同安全的维护者 只有建行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 那要坚持战场不外溢 战事不升级 各方不拱火的三原则 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 尽快缓和 推动加沙地区尽快停火 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巴勒散问题不懈努力 我们要建设创新紧转 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 要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时代步伐 培育新智生产业 中方 新进成立 中国金庄国家人工智能发展合作中心 将建立金庄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 金庄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 金庄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 金庄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 欢迎各方积极参与 我们要建设绿色金庄 做可持续发展的践行者 中国电动汽车 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优质产品 为世界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中方愿同金庄国家拓展绿色产业 清洁能源以及绿色矿产合作 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化发展 充实合作含氯量 提升发展含金量 我们要建设公正金庄 做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引领者 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深刻演变 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长期之后 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 以公平正义开放包容为理念 引领全球治理改革 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反应权 促进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维护高水平金融安全 做大做强新开发银行 推动国际金融体系 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我们要建设人文金砖 做文明和共生的倡导者 加强治理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倡导不同文明的包容共存 中方提出的金砖数字教育合作倡议已经落地 将实施金砖数字教育能力建设计划 未来五年 在金砖国家设立十个海外学习中心 为一千名教育管理人员和师生提供培训机会 金银最后强调 中方愿同金砖各国一道 开创大金砖合作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会领导人围绕加强多边主义 促进公正的全球发展和安全主题 那就金砖合作和共同关系的重大国际问题 深入的交换意见 领导人积极评价金融国家机制发展 及其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 认为金砖国家人口众多 资源丰富 发展潜力巨大 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 那么成为多边主义典范 金砖国家应该秉持金砖精神 加强团结协作 深化大金砖战略伙伴关系 强化政治安全 经贸财经 人文交流 四轮驱动合作 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和世界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 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 坚定捍卫多边主义 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那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等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 以和平方式解决争 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 解决危机的努力 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推动现有的国际经济金融架构改革 将新开发银行打造成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 那么赞赏联合国大会通过中方提出的文明对话国际日相关决议 呼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多样性 我在五年前 我这个频道就给大家提出过 人类的文明要多样性 那么这次习近平在金融国家会议上也提到多样性 绝不能被昂鲁萨克逊一种制度统治这个星球 那么人类将面临巨大的危险 这是为了人类的生存 也绝不能让昂鲁萨克逊统治这个星球 所以金砖国家是人类最后的 对昂鲁萨克逊最后的一战 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那会议发表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议 喀山宣言 宣布设置金砖伙伴国 后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听取了新开发银行 罗塞夫等金砖机制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并集体合影 蔡奇、王毅等人参加上市活动 美国的媒体 CN也对习近平和普京 以及这次金砖国家的这个峰会发表了评论 那CN表示 金砖国家峰会表明各国寻求改变 全球平衡 莫斯科、北京、德黑兰正直接挑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那金砖对俄罗斯来说呢 是真正引领世界进入新秩序的组织 所以我一直在讲啊 就大家不要小瞧金砖 小瞧现在的这个中国和俄罗斯 包括在金砖 包括在一带路 就在西方整体的这个G7体系之外 这些发扬中国家 他们的作用 不要小瞧 真正引领这个世界的不是那七个国家 真正引领世界的 是希望过上好日子的发扬国家 所有的发扬国家 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而那七个 像八国联军 对世界发动统治 对世界进行殖民的那几个 行将就幕的 那所谓的西方世界 已经成为过去 他们的秩序也必将被新秩序替代 因为力量的平衡正在打破 那么这次呢 喀山峰会的宣言呢 我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那普京呢 对喀山最终宣言通过 发表讲话 普京的讲话表示 扩大 共同利益合作 进一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提醒各国 对乌克兰及周边局势的立场 对非法制裁 对全球经济负面影响表示担忧 呼吁最不发达国家 特别是非洲最不发达国家 更多的参与全球进程 欢迎全球南方国家 对团结起来表现出强烈兴趣 并指出 通过对话和平解决 乌克兰冲突的调解建议 对苏丹暴力升级 人道主义危机 恶化表示关切 并呼吁停火 重申坚持多边主义 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这一次金庄国家峰会 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参与了 说明这一次金庄峰会 代表了这个星球上大多数国家正义的声音 包括联合国也参与 少数的以美国为首的 所谓的以规则 以昂鲁萨克逊规则 所谓的秩序 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终会被打破 它并不代表世界大多数国家 只代表昂鲁萨克逊 宣言还强调 继续在各方面实施金庄国家经济 伙伴战略2025的状行 重申支持全面改革联合国 包括安全理事会 使其更具代表性 欢迎在金庄国家与其贸易伙伴 金融交易中使用本国货币 反对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 实施单方面措施 谴责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攻击 和对其安全的威胁 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此类行动 欢迎成立海地过渡总统委员会 和选举委员会以解决危机 重申采取措施支持世贸组织改革的决定 呼吁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 酌情扩大范荣国家代表权 那首先呢 金砖国家的出现啊 就金砖峰会和金砖 那么包括新的结算系统的出现 对整个西方 以昂鲁斯大国军为首的整个的西方 那个G7 实际上是巨大的挑战 因为过去是没有这个新的啊 这个世界组织挑战整个西方G7 但是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中国俄罗斯啊 还包括像沙特啊 阿林球啊 包括南非巴西这些新兴经营体啊 还有包括印尼啊 也包括像马来西亚啊 东南亚一些国家啊 中东一些国家 非洲一些国家 就全世界最主要的新兴经营体 都加入了金砖 和旧秩序的G7 形成一个啊 擂台啊 就像打擂台一样 过去你们G7 关起门开会 决定这个世界 那么现在这个局势已经变了 你们G7啊 你们所在占的这个世界经济比重 已经不能影响这个世界了 那么这个世界就必须有新的游戏规则 并不是新兴发展国家 要挑战旧世界 而是旧世界已经衰落 是你们衰落了 然后你还要对这个世界 罚好使命 那么就不可能了 因为你们关起门来 开这个会 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 没有人听你们的话 你们已经是过去式了 而且你们的很多行为 并没有这个世界 有真实的改变 那么新的秩序 就必然替代旧的秩序 因为大家要解决问题的话 就必须有一个新的秩序 那么像金庄国家 这个新兴国家的集团 就自然而然的应运而生 它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必然 这是首先我的看法 就是它出现是一种必然 因为西方整体在衰落 西方集体领导这个世界 出现了无能的表现 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 如果它真的有能力 领导这个世界 它是不可能让俄乌战争爆发的 也是在欧洲的家门口爆发战争 欧洲是非常强大的经济体 在很多人印象里 但就在它的家门口 发生了全世界 包括最不发达的非洲人 看得都瞠目结舌的俄乌战争 这对欧洲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羞辱 就欧洲连自己的安全问题 都没有解决 还要到全世界去管别人 给别人出主意 你们家的安全怎么怎么样 你自己家门口的安全 你都解决不了 欧洲人自己现在看 看俄乌战争 我觉得现在自己看头头大 你还跑到中国 跑到非洲 跑到中东 跑到东南亚去 给人家指手画脚 告诉你怎么样才安全 按照你的这个想法 那这个世界可能更加动荡 所以首先是 昂格鲁萨克逊为代表的G7 就是大西洋体系 欧洲和美国 整个的这个G7 大西洋体系 已经不能再领导这个世界了 这是非常明确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现在来看这个G7对其他发展中国家 并不友好 所以导致很多国家 它积极的加入金转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家愿意加入金转 包括联合国的代表 古特雷斯都也都愿意参与 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世界真正的 新兴新崛起的这个国家 因为世界在发展 那么秀秩序 你想一直统治这个世界 又不给新崛起的国家有机会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就是普京包括中国提到的 叫多极化世界 你不能用这七国家在掌控整个世界 那七国家里边 你包括像意大利 还好意思拿出来吗 意大利和对吧 和金转国家里 很多国家比 他根本就没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 那派个派个航空舰 把台湾海峡晃来晃去到日本 这不是笑话吗 就这种国家也要统治这个星球 像当年八国联军派了58个人 58个人 那么旅游团派过来 那意大利还以为能够像以前一样 派个军舰 50多个人组个团 就能征服东方了 怎么可能啊 实力在下降 所以现在这个新兴国家的崛起 它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要有一个组治 所以你看 中国和斯提出这个金砖国家 这么多国家 为什么他们就愿意加入 即使美国 即使美国再对这些国家 发动警告 阻止这些国家加入金砖 这些国家还是愿意加入 因为西方国家G7 没有给这些新兴国家留出路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资源垄断 我不给你们资源 你们新兴国家呢 又不能加入我们G7俱乐部 又不能加入西方 那你不能加入西方 人家在崛起 人家经济总量又超过很多西方 G7国家 那我们自然而然 我们自然而然寻求一种 我们整个崛起以后 就自发的组织 来和G7 形成这种对抗 这就是自发 因为我加入你 你不让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个西方啊 他把这个 怎么说 昂鲁萨克军体系 特别是美国 控制这个地球以后 这个体系非常明白 首先就是昂鲁萨克军体系 然后是欧洲 再就是日本 韩国都排不上 所以他这个盟友体系 非常明确 而新兴那些国家呢 根本挤不进G7 那我们实际上 我们的实力在增强 我们就是要形成一种合力 在国际话语权中 和你G7来挣托 所以这是金庄国家 他出现的第二个逻辑 就是G7太封闭 它是个封闭的小圈子 你记住G7现在 是基督教为主 基本全部是基督教为主 由昂鲁萨克逊控制 由欧洲大西洋主导的 白人对这个星球统治的一个组织 那为什么这次 这个金砖峰会里提到 要加强非洲国家 对国际事务的参与 黑人 非洲国家 东南亚 黄种人 中国人 包括南美洲 像巴西 全世界各个种族 也包括欧洲 像俄罗斯 不被西方认可的 我们这些 你们西方人眼里 白人眼里的 第三世界的国家 我们也要形成一个新的组织 有尊严的这个世界上活着 有尊严的 不被 以G7 以昂鲁萨克逊为主的 这些西方国家 压迫 或者是刁难 你们一开会就对我们的 所有的行为 指手画脚 对我们的所有的发展 形成 影响 那我们就要形成一个抱团的力量 来对抗 我们也要发胜 所以未来这个非洲的声音会更多 那么也就是第三点 也就是多极化世界 反映出以白人 昂鲁萨克逊为主 就是欧洲和美国为主的 这个白人 过去对 也就是过去200年到300年 对这个世界的统治 已经到了十字路口 已经无法再对整个世界产生 直接的影响 不能统治这个星球 包括美国也没这个能力了 我在巴黎奥运会结束的时候 我在底层逻辑频道做过一期 里边说过 巴黎奥运会 黑人的运动牌 运动员的金牌已经超过白人 美国实际上已经不是纯种的白人国家 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是欧洲殖民时代结束以后 欧洲和美国跨大西洋联盟 对这个星球的统治正式的终结了 那最后一点呢 现在很多人怀疑啊 说金庄国家能不能走得远 因为金庄国家呢 它比较松散 它不像G7 像这个G7联盟 他们是有历史传统的 而且他们是处于一种结盟状态 所以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控制呢 也是几百年 对吧 那也是有这个能力 而金庄国家现在来看 他有没有这种领导能力 有没有和G7对抗的这种能力 值得怀疑 我呢 我觉得承认啊 首先呢 G7和金庄国家 整个组织架构是不同的 这次宣言上也提到 就金庄国家呢 它并不是一个联盟 不针对啊 包括习近平的讲话也说 不针对第三方 我们就是一个合作的阻止 那么也就是说 实际上金庄国家不是针对啊 第三方的一个联盟系统 这样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更有利于金庄国家扩大合作 因为很多国家发现我加入金庄 美国并不反对 首先它不结盟 不是因为加入金庄就要对抗美国 不是 我们不对抗任何人 反而有些国家 它反而愿意加入这种组织 因为它没有负担 我不是说加入金庄 我就要和西方对抗 那最后呢 也是我个人的总结啊 就是现在来看呢 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看到了俄罗斯和北约和美国啊 以及欧洲的这个冲突 那么也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想要什么啊 俄罗斯 如何应对西方 那么全世界都知道美国的意图啊 我觉得所有名人都看懂了 俄罗斯想啊 反对美国对自己的肢解 那么美国北约要对俄罗斯进行围堵 那么这个地缘正是发生巨大变化 那么所有国家都会有选择 也都非常明确 自己在未来的世界的竞争中 自己的地位 所以才积极的加入金庄 所以才不能完全的依靠于西方 因为看到了西方 它虚伪的一面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点燃俄乌战争 所以很多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 它必须寻求这个多元的外交 也就是寻求这个世界的多极化 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你一定要理解啊 这个单极世界对很多国家是不利的啊 因为单极世界 那美国今天可以对付俄罗斯 明天就可以直接我呀 特别像沙特 特别像一些这个大的国家 对吧 神权国家 像沙特那是神权国家 国王的 他们一定是担心 今天你能肢解俄罗斯 明天对付我怎么办 所以人家需要什么 人家需要这个世界分散力量 也就是什么 多极世界 这才是核心 就是美国的这个单极世界 对世界产生了一种威胁 这是我个人总结的 所以从逻辑上讲 从战略上讲 美国自己给自己制造了强大的敌人 因为你美国的强大 因为你美国 众多的盟友 你想做什么都行 对这个世界毫无秩序 毫无公平 甚至可以违反联合国的一些决议 你想干什么都行 反而让其他国家对你产生了戒心 因为其他国家 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 那反而会积极推动俄罗斯和中国 通过金砖国家来制约你美国 看懂了吧 这才是核心 我觉得最后这个逻辑才是真正的 为什么金砖国家能做大 金砖国家能够向前发展 也就是说大家要什么 要平衡美国 还有整体西方 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 越是平衡西方 平衡美国 这个世界才能迎来和平 你只手遮天 那很多国家都会担心 最后会像俄罗斯一样 成为你目标 所以美国其实并没有得到所有国家信任 包括欧盟内部对美国其实也是有不同声音的 所以从战略上讲 美国发动俄乌战争 美国挑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冲突 最后导致俄乌战争爆发 其实导致了美国失去了盟友的信任 所以这场俄乌战争你可以看到 美国在战略上是彻底失败的 不然也不会有G7国家 对吧 那现在面临这么大挑战 出现了一个金砖国家的结盟 这么多国家积极的加入金砖 不然是不会的 没有俄乌战争 很多国家到现在可能对金砖也就停留在这个想象中 那金砖大家就集体开个会 你看这个俄乌战争之前金砖国家开会 没有什么关注 俄乌战争以后呢 大家都关注 也突然发现 美国 他干的很多事情 可能下一个就是我了 因为他太强大了 那我就要削弱他 所以就培养出一种平衡的力量 就是金砖 所以我一直在讲 中国道家讲 福祸相依 有时候你实力强 你盟友多 反而成为什么 反而成为阻碍你 继续前进的障碍 逻辑上讲 咱们中国道家讲 有的时候 你这很多事情 事与愿违 那么你看金砖的崛起就是 这是符合逻辑的 也符合现在整个世界的潮流 多极化世界 很多国家不希望最后被美国 被安若撒寻控制 可能只有美国人自己 这个驻华大使希望 这个世界未来所有人都吃麦当劳 你们只能吃麦当劳 不能吃中餐 只有美国的一种制度 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凭什么 我吃麦当劳 我吃腻了 我换一个不行 人类只能选一种制度 只能选你美国那种制度 凭什么 没有选择就没有自由 你看我这个频道 我从五年前我就跟大家讲 一直在讲这个道理 最后呢 我还是坚信啊 就是人类历史发展到现在 像美国 像这个昂鲁撒克逊这种 对人类地球 想要进行统治 想要进行这种集权 它不会成功的 人类的智慧 几千年的智慧 几千年的经验 也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做到 人类只有多样性 才能继续发展 那美国现在做的是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 不会成功的 要从大的逻辑上 大的视角上看这件事 很多美国人可能 就觉得自己啊 就代表了正义啊 代表了世界的这个 良善的力量 用台湾人话讲 良善的力量 但你从更高的角度看 你们才是阻碍 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 最大障碍 也正是因为 也正是因为 欧亚大陆有不同的制度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宗教 有不同的发展 这个人类社会 人类世界 才多姿多财 包括中国现在选择这条路 为人类也是一种探索 凭什么让你美国就彻底打败 凭什么让你美国就彻底消灭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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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他自己的选择 凭什么整个俄罗斯 就要被你肢解 全世界都吃麦当劳 好吗 你自己可以试一试 你一日三餐吃麦当劳 给你吃一个星期 我看你吐不吐 给你打败 我的意思